1975年英国发生了一起连续5年杀害13名女性 暴力袭击23名女性的事件 名字就叫约克郡开膛手事件 他会对受害者先用铁锤猛敲头部 再用螺丝刀狂插胸部和腹部 随后肆意殴打脚踢 残忍到极致 英国的警方却一直抓不到这个穷凶极恶的凶手 两年过去了 分别在伦敦和约克郡有5名女性被相同的方式给谋杀 这天又一个受害者幸存了下来 他是到现在第二个被袭击还能活下来的人 格雷等人来到医院的时候 这个女人神志不清 压根没有分清男人的样子 别说头发什么样子 就连车是什么颜色都不清楚 看着精神恍惚的女人 格雷非常失望 但是有几个消息 红杨被锤子和起子攻击 攻击的是头部和腹部 还有就是那是一辆出租车 当他走到镜子的那一刻 他对自己活下来到底是庆幸还是不幸 已经无法判断 所以格雷很快就给伦敦和约克郡联合小组 下达了调查所有出租车公司 并把1975年之后 所有没有登记的车子也要全部扒出来 就这样每天他们要询问大量的人 从这些人中找到 十几个非常可疑的人天天跟踪 其中一个长得最像画像里的男人出现了 他也被列为嫌疑最大的 这天夜里 司机开车从伦敦来到约克郡 找到了玛丽曾经旁边的女孩 这个女孩只有20岁左右 原来是女孩打电话叫她过来 因为要送女孩去见她的客户 并借她的车用一下 而司机就这样躲在黑暗中观察这一切 女孩也没有亏待司机 在最后还多给了她5英镑 而司机不知道的是 她这一路全部都被探员给跟踪着 眼看司机没有任何动作 他们多少有点失望 而就此他们就没有再跟踪下去了 第二天一早 又一个女孩被杀了 在曼彻斯特小镇 早上两个男人发现了她 法医已经判断是和前5名女性被杀案是同一人所为 同样的作案手法 螺丝刀插入肚子的伤口 鞋印大小 轮胎印 其中一个探员告诉格雷 从约克郡回伦敦的时间 完全有时间去曼彻斯特作案之后再回伦敦 所以格雷立马申请了逮捕令 当探员闯入司机家里的时候 他的妈妈一脸不可相信地看着这一切 他的儿子被当作凶手抓起来 家里的一切都开始被调查 格雷看着车库里摆放着的锤子和起子 但是审问中 司机没有承认 格雷相信证据会说话 所以开始对车全面调查 车胎印 车内的指纹 车里的泥巴 因为在曼彻斯特夜里下雨了 所以不管你怎么清洗 车里所带的泥巴是不可能清洗完的 甚至连司机家里的下水道都调查了 结果很快就出来 并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 这辆车在现场出现 格雷看着结果 一时愣在了当场 他已经彻底没有方向 而司机被放回来的时候 他的邻居已经在窗口开始骂他 他的妈妈也在质问自己的儿子 为什么会被当作那个电视里 天天报道的杀人犯 看着母亲的表情 司机流下无辜的眼泪 他的人生彻底被改变了 因为这件事远远没有完 还有更加疯狂的事情在等着他 这一天又一个女人被袭击了 不但活了下来 而认出了那个人的样子 当格雷看到那个画像的时候 简直就是画的那个司机啊 所以他再次派人将司机给抓了起来 他的助手将司机送到车里的时候 对格雷说 我们不能总是关押他 我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格雷对助手说 证据就在他的嘴巴里 想办法撬开他的嘴 在审讯室里 格雷拿出那张画像 问司机认识了 司机已经被吓傻了 一直在否认自己就是那个开堂手 格雷靠近司机 并对他说 你做的这些事 我们会告诉你妈妈的 你觉得你妈妈知道 你所做的这些细节 他能面对吗 面对如此的威胁 司机再次否认自己杀任何人 格雷和助手说 我们需要等到晚上 因为那个幸存者 说到凶手有一个咳嗽的现象 如果晚上他咳嗽了 就证明他就是那个凶手 看着格雷的破案能力 着实让人吃惊 画面回到托尼这边 自从被调离职位之后 他从来没有放弃这个案子 一直都在关心着这个案子的进程 他剪下报纸上所有受害者的图片 他还找到以前的老同事 坐下来一起聊聊天 这次他遇到了一对年轻男女 正在哭泣着 托尼只是多看了一眼 就被男人给回对了 但是这个女人的样子 托尼也记在了心中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女人就是丽莎 而这也是托尼第一次见丽莎 这将也是托尼最后一次见这一面 第二天格雷还在继续省了司机 已经软弱不堪的司机 似乎要承认自己就是那个开堂手 就在这个时候探员走了进来 对他们说了一个消息 又一个木工的女儿被杀了 而坐在这里的司机 有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所以司机完全不是那个凶手 格雷的脸色一下就拉了下来 像是被人当众脱了遮羞布一样 格雷夜晚悄悄地将司机给送回去 司机看着自己的胡子 一脸的不可相信 第二天警局里 第七名受害者的相片挂到了墙上 从这一天开始格雷已经消沉了 他打开一个信封 立马叫助手进去 这个信件就是开堂手寄过来 因为这个里面提到了一个隐秘的信息 信件提到了一个只有他们才知道的秘密 那就是在报纸上只提到有七个受害人 但是他们都知道有八个受害人 因为在普雷斯顿75号死去的那个女孩 他们没有向外界提起过 但是这个信件却提到 而且还提到了两次 所以格雷非常确认写信的 这个就是开堂手 当然开堂手也承认自己杀错了一个女孩 他并不是战阶小姐 但是那晚他改变了计划 那么现在格雷就有了新的调查方向 他将人都叫到一起 开始分析这封信 大家都确认只有凶手 才能知道普雷斯顿75号的事 他们开始制定新的调查方向 因为信件明确说道 他要清理街边的垃圾 所以他们要开始 对全伦敦每个分区 都开始给小姐做登记 因为人员实在太多 又太复杂 所以这件事情需要更多的人来参与 才能完成那么多的人登记工作 终于这一天还是来了 在约克郡发现了丽莎的尸体 虽然她每次带着剪刀出门 但是也还是不能救回自己的命运 当这个新闻在电视上播放的时候 霍尼记得自己在餐馆的时候 看到过这个女人 霍尼生病了 这天以前的副探长过来看望托尼 无论以前多少的不合 这个时候也都没有了 霍尼拿出自己的笔记 里面全部都是近三年来所有的新闻报道 通过新闻报道 霍尼给所有的线索做了批准 这些工作 没有一个探员在做 霍尼将这个笔记交给探员 探员非常惊讶地收下 但是你觉得他会看吗 开始的时候并没有 直到又一具尸体出现 这次的尸体不在伦敦和约克郡 而是在遥远的哈里法克斯 尸体是在他们的院子里发现的 这是第十个被害的女性 同样的死法 这个时候开堂首正式被命名为约克郡开堂首 就是因为第一次案件的起源地命名的 因为现在已经三年了 连续杀害十具尸体还没有被抓住 整个社会已经满了怨言 他们抓住一个女人的常客 男人说 这句话也说出了 大多数人的内心 格雷在门外听到这个话 再也没有颜面进去审问了 是啊 从他接手这个案子到现在已经一年过去 而这一年就发生了五名女性受害 就是到现在已经收到凶手两封信件的挑衅 当初的信心和热情早就已经消磨掉了 这天他收到一个电话 探员对格雷说 大家都非常相信你的能力 如果你现在都放弃了 那么这个案子没有人能破了 格雷留下懊悔的泪水 从这一刻开始 他也终于放下了自己的傲慢 而此刻探员手中拿着的就是托尼交给他的手册 是的探员也放下自己的成见和傲慢 哪怕以前是自己最瞧不起的 这一刻他也想听听别人的意见 挂了电话格雷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咳嗽 这个时候他只有酒精能伴随自己 接下来终于找到更多的被袭击的人 但是很残酷 真正能出来提供证词的只有几个人 而且即使在询问的时候 同样被问到 你是不是战监小姐 虽然没有人承认 但是这些问题深深刺痛着每一个被袭击的女性 甚至有的警员直接就点破 他们就是在大街边站着的时候被袭击的 他们似乎也后悔站出来提供证据 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的现实 很可悲 整个五年有23名被袭击的女性 这个还是被爆出来的 我相信有很多的人 根本不愿出来证明 就隐藏活着也不愿意再被羞辱 在新闻发布会的时候 记者更加关心到底是只有小姐是危险的 还是全部女性都是危险的 格雷再次声明 约克俊开堂首是针对所有女性的 不单单是小姐 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晚上千万不要出门 局长说 现在终于有人想到了那个第一个被袭击的黑女了 就是当年压根没有被立案的 她这三年过得太辛苦了 房子一直被房东收回 没有收入 再加上政府那边一直得不到赔偿金 就是因为那次袭击并没有立案 这次探员找到黑妹的时候 黑妹已经抗拒这些问题 因为这几年她受够了这些白人的揣测 即使你说了又能怎样 就像这个警员说的 就是要黑妹承认自己当时是在战监 可是黑妹压根就不是 所以她低下了头 时间来到了第三年零七个月 凶手寄来了一卷录音带 交给一个女警去把话给打字出来 当声音传出来的时候 就是凶手的声音 最后大家一致决定让这个录音公布出来 也许有人会从这个声音中认出这个凶手们来 就这样一场新闻发布会开始吗 我们仔细听一下凶手的原设 这个录音是没有修改过的 很多纪录片都有这段声音 I'm Jack I see you are still having no look catching me I have the greatest respect for you George But Lord You are no need you are catching me now Them four years ago when I started I reckon your doors are letting you down George You can't be much good And yet The only time they came near touching me But everyone started chopping down And I was disturbed I'm not quite sure when I'll strike again But it will be definitely Soon I'm the sheriff Maybe September or October Even sooner if I get the chance I'm not sure where Maybe Manchester I like it there There's plenty of them knocking about You never learn do there George At the rate I'm going I should be in the book of records I think it's eleven Open now isn't it But I keep on going For quite a while yet I can't see himself being Nick Just yet Even if you do get me in I'll probably top myself first Well it's been nice trying to you George George Tuck the river Hope you like the catchy tune At the end And then Ho You cell phone